几家欢乐几家愁上周六 纽约两名警察在布鲁克林 被一名非裔男子杀害震惊美国 这两天附近许多居民也自发前往悼念 纽约市长白思豪呼吁 在葬礼完成之前 请民众暂停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 还表示将会监控网路上威胁警察的讯息 周边居民来到案发现场附近 线上鲜花蜡烛 表达对两位殉职警察的哀悼 附近一家餐馆是两位警察生前经常光顾的地方 同样是华人的汤先生 对殉职警员刘文健特别有感触 汤先生回忆他的餐馆开业之初 经常有人骚扰 警察就长期在附近执情 我在这里很痛心 因为我看到了西巴亚很多人都到这里 我们华人我在这里好几天了 关键好几天都很少看到我们中国人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来调念我们同胞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魏污安家属后 呼吁人们暂时停止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 白思豪表示 将加强监控网络威胁 纽约市警察增加配备 结伴职情 希望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导 那对话 哦 那对话 我们不认为 我们不认为